同学们,那么同学们不知道做完了吗? 那我们一起来对答案吧 第一个有人问你了 Good morning, Miss Li 李老师,你好 那你该怎么回答?多正式 用Good morning问早上好 你也得早上好回答吧 所以自然是答案 Good morning 把它抄下来就行了 所以答案Good morning,魏华 这个应该能写对 来看这儿 How,怎么样 你可能回答 很好,谢谢 And how are you? 你呢? 那同样,我也得用How are you来问吧 所以写了How are you? How are you? 诶,怎么多吹空啊 所以想办法 菲菲老师还教理你句型 你好吗 咱们说用Go那个词进展的如何 千万把它写对 叫How is it going? 这不就字写对了吗? 一起再读一下吧各位 How is it going? 再来一遍 How is it going? 好,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 回答 Thank you and you 那说我也很好 那自然是把它扯下来吧 I'm fine too 来继续来看 Hello,魏华 魏华你好 那人用Hello回答 这么你们很熟 这么你也跟他很熟 那换个花样 不用Hello了 你用Hai就行了吧 Hi,李明 Miss Lee 这是我的朋友李明 注意介绍的时候 就算你只有李明是个男士 也不能he is 咱们中文也会特别正视 哦,这位是 哦,这位是 你们来互相介绍介绍 所以我们一定用这个 这个是哪个词啊 This is This is 介绍 这种语 This is my friend 李明 那那个是老师 那自然是 And this is 我的老师 我的爱 My teacher Miss Lee 就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那除了 有同学说问我 老师 除了你好 这种问候 还有再见 你们还有什么 常见的客套话呢 就像咱们中文 经常说 寄商店 你买什么 这种客套话 常见的有这些 咱们也得学一学 那第一个 当然 最后 见到你很高兴 怎么说 Nice to meet you 就出来了 那其他的问候语 我们来看 第一个场景 有一天 有人对你 不小心 打了个字 是什么呀 喷嚏 你只能打喷嚏 喷嚏 中文我也不会写 但英文很好写 打喷嚏 这个动词叫做 SNEZE 各位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Sneeze 一起来 Sneeze 昨天我打喷嚏的 就说I sneezed 就出来了 那一旦有一天 我打了一喷嚏 你会怎么立马对我说 你从我傻乐 那我就打你了 那 根本怎么说 我一RT 打了一喷嚏 肯定你这个 立马就来 100岁 还有可以说 有人想你呢 对吧 有人念叨你呢 各种风俗不一样 但你知道英国人会立马怎么回答吗 第一个小交进 用语 记在本上 叫做大学 D LS D L E S S 加个U就出来了 就是这么一句话 一起来 Bless you 再来把Bless you 什么叫Bless 这个词的意思叫 祝福 祝愿的意思 祝福 保佑 都是它 那么它的全称 其实叫做 God 注意啊 用圆形 bless you 那么同学们 这个词叫上帝保佑你 God bless you 都快了 一起来 bless you bless you 有老师 为什么人家打喷嚏 上帝保佑呢 为什么不说一百岁 这就是各国文化不一样 因为在西方是这样认为的 当你不信打喷嚏的时候 西方认为人的灵魂都在大脑中沉睡着 一旦你打喷嚏一下 打猛了 你的灵魂就被你喷出来 他自己就溜娃玩去了 你不久就会得大病 而不幸的死去 于是当你打喷嚏 唯一能够解开你的咒语的 就是我立马对你说 Oh bless you Oh God bless you 那意思上帝保佑你 你的魂又回来了 你又活过来了 还得感谢我 所以同学们记住 这就是以前英国的文化了 以后在看到有人喊阿姨的时候 立马说Oh bless you Oh bless you 不要胡说 有的同学说谁想你了 老外都不懂 那如果这个场景知道以后 假如第二个场景出现了 今天很郁闷很紧张 我说你为什么紧张 一会儿我得考试去 英文的单词我还没怎么背呢 我可咋考试 我说别担心 于是在考之前 我对他祝福 我说祝你好运啊 祝你好运 哪个词啊 在你这考试表演之前 很好 祝好运的小词组 Good 运气 Luck 所以同学们 故意定次度跟我读一下 Good luck 再来一遍 Good luck 那祝你好运的全称叫 Good luck with you 也有人说Good luck to you 好运伴随着你 Good luck with you 也有人说祝你好运 Good luck to you 都是可以的 当然注意简称 一起来Good luck 什么时候说好运呢 比如说你要参加比赛 参加演讲比赛 参加这个比赛 那个比赛 或者参加一些表演 那同学们 尤其这些东西可能比较难的时候 我对你说Good luck with you Good luck 祝好运的意思 当然好运伴随着你 你真考好了 那于是这时候拿着卷子向我炫耀 说飞飞老师你看 我得了一百分 那我怎么说 诶 中文也会说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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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祝贺你 这次太重要了 尤其有人干得好的时候 我又祝贺你 这次非常长 但非常实用 大写吧 一个词叫 Congress 注意听写啊 会听就会读 Lation 还得加个S 因为它通常以复述出现 注意 它的意思叫 祝贺 祝贺 恭喜恭喜 祝贺你的意思 各位 各位读一下 一起来 Congratulations 再来一遍 Congratulations 再来一遍 Congratulations 能读快点吗 一起来 Congratulations 再来一遍 Congratulations 咋了 我最近得了一个 不不得了一个 捡了一个也不合适 我生了孩子 Oh Congratulations 我练个孩子 Congratulations 还有什么 哎呀 我今天这个这个考试 得第一名 Congratulations 我跑跑特第一 祝贺你怎么说 Congratulations 哎呀 我求职成功了 祝贺你怎么说 Congratulations 如果你觉得累的话 老外就累 这么说太复杂了 还有一个同一词 特简单 中文说 干得好 你真牛 你真棒 做得好 好叫will 注意做 变成了过去分词 咱们到初二就会学了 但今天你把它背起来 它的意思原意叫做得好 干得好 干得漂亮的意思 一起来 Will done 丢意 蛋的 鸡蛋的蛋 一起来 Will done 再来一遍 Will done 我考得第一 Will done 像我的朋友 对吧 就应该得第一 哎呀我愿意成功了 他说will done 也可以 我作弊成功了 老师没发现 will done 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中性词 但是有一天 比如举个例子 哎 我过生日了 今天晚上 今天我过生日 我可不可以说 Congratulations 这种可以吧 过生日 哎 今天我过生日 哎 祝贺祝贺祝贺 过生日 我给你买个蛋糕去 但记住 唯独过生日 不能Congratulations 看你也不能 Will done 用什么呀 你们祝生日快乐 最简单 叫Happy Birthday to you 所以同学们 唯独过生日 国外有一个传统的表达 叫Happy Birthday to you 向你表达生日的问候 这都错不了 因为生日 不许想Congratulations 但是Happy Birthday to you 那同学们 当然我们祝贺你得了100分 光祝贺口头的祝贺就行了 不行 这个寒窗古独这么多年 您就祝贺祝贺 走 晚上咱们找个地儿吃顿饭 咱们吃一顿起 吃的时候大家要举杯祝贺 在举杯都是咱们说 一般说干杯 干杯 英文怎么说呢 很好 有同学应该学过 C-H-E-R Cheer这个词叫欢呼 也得加S 这个词叫干杯 中文叫一你而尽 老外叫欢呼 让我们为词欢呼吧 一起来干杯 Cheers 一起来 Cheers Cheers 祝贺怎么出来了 Congratulation 那当然 老师 那还有什么常见的交际呢 其实我最怕的是这俩词 就是你可能觉得最熟那个对不起 同学们 哪个呀 一个叫做 Sorry 一个叫做 这会读吧 Excuse me 再来一遍 Excuse me 你可不要小看这俩词 因为他们用的地方特别多 这就让我想到跟中文挺像 我有一个东北同学 对吧 原来同学大学在东北 他特别爱说一个词 咱们肯定有东北同学 北方人听得懂 他老说那个整这个词 当时我不懂啊 然后上大学 一到中午他跟我说 哎 C-C 我说怎么了 咱俩今天中午整点啥 我说啥叫整点啥 在我们东北话 整点啥就是吃点啥的意思 我就记住 哦 原来整就是吃的意思 那同学们 后来有一次 我们打扫走廊的卫生间 哎呀 那个走廊脏的那卫生间 那个那个不说了 那个脏东西 全流出来了 流到这儿 他还拿小指 赶快叫我 你快来看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 这可咋整啊 当时我都绿了 这玩意怎么吃啊 当时就是原来整 后来他说 还有这个咋办啊 那同学们 这个整好像意思特别多 同学们 但sorry一样 不是一个对不起 就可以搞定 对 比如我冒犯了你 我走着路碰了你一下 或者我走着路 把你手机装地下了 甚至我走着路 我踩你脚了 尤其是飞飞老师踩你脚 那你脚基本都跑地里头了 那于是我得说 哦 I'm sorry 或者甚至说 我极其的抱歉 叫做 I'm too sorry I'm so sorry I'm terribly sorry terribly 叫极其的 我真的抱歉 固定 I'm terribly sorry 我把你手机碰掉 你这iPhone4 那个同学们 哎呀我把你手机碰马桶里了 I'm terribly sorry 真是一个抱歉 无法表达 那同学们 但是除了sorry I'm terribly sorry的时候 什么时候还会用sorry呢 注意还有第二场合 比如说一句话 老师 老师您慢点 对吧 I don't understand you I don't follow you 什么意思啊 当你没听见别人说话的时候 想让别人再重复一遍 你也可以说sorry 但这时候我们读个声调 比如说一句话 我说sorry 哎我就明白 那我就会再说一遍 给你打电话 你记一下我的email 我的email是blah blah blah 爱他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sorry 哦他就明白 啊你再说不好意思啊没听见 那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就是请再说一次 所以sorry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对不起 一个请再说一次的意思 如果知道的话 那老师呢 什么叫excuse me呢 excuse me用于三种场合 注意第一种场合出现了 什么情况呢 就是有的时候 第一为了吸引注意的时候使用 吸引注意 什么时候会吸引注意呢 比如上着课呢 老师怎么老教那边东西 我说 老师excuse me excuse me 那意思就是 劳驾劳驾 不能叫劳驾 就是 其实就是对不起 对不起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 好像并不是做了对不起的事 完全是吸引注意 你就发现了劳您大驾的劳驾吧 我一般就这么说 劳驾劳驾 比如有一天 两个外国人到了中国 他问路 他陌生啊 他这地方不知道 于是走着走着 看你低头过来了 他也不好拍 一下 嘿一下 比你吓得 裤子都湿了 怎么办 于是为了吸引注意 他站在面前想说 excuse me excuse me 他的意思就是 劳您嫁一下 让你吸引注意 就是个语气词 就是说 就那种感觉 那么吸引注意 那么同学们 比如说 这个 你在我前面 看着玩着手机 天上挡着我路 我过不去 我可以说excuse me 让你知道我的存在 所以excuse me 的第二个意思 就出现了 经常 在一个拥挤的地方 你想过去 他挡你路 中文怎么翻呀 哎 我觉得这套 借个官啊 借个官 借道 借道 借官 那同学们 比如说 有一天在走廊里 那么这时候 前面有老师 你拿一堆书 又不好意思 把老师推地下 那同学们 你要对老师说 excuse me 那excuse me 老师就知道 老家老家 借个官 借个道 或者 你在一个拥挤的地方 对吧 他在前面 你说excuse me 老您嫁 于是一过去 把人踩了脚了 踩了脚再说 sorry sorry才是真正的抱歉 能明白吗 那老师 第三种场合呢 也非常常见 这时候用于 哎 咱们中文叫 哎 失陪 一下下 哎 失陪 那老师 当你在跟别人聊天 跟别人在干什么的时候 突然你想起身 离开一会儿 这时候我也可以说 excuse me 比如你在约会的时候 喝儿咖啡 突然手机响了 你也不好意思 当着人家打手机 多没礼貌 你是拿手机 excuse me for a moment excuse me 失陪一下 你转身 看到他门口打 或者你聊聊 突然 哎呀 别人那急啊 这个坚持不懈 不行坚持不懈 坚持不懈 哎 跟我一会儿 哎呦 不行了 再坚持不懈 就得一切千里了 于是刚才说 excuse me excuse me 那于是你就注意 他就知道你干什么了 肯定上厕所 别那么粗俗 跟人说 I want to go to the toilet 还摆一个奥特曼的造型 人家喝咖啡都吐了 say excuse me 表示 包括同学们 你上课的时候 突然发现 比如鼻子流血了 用我的鼻子 赶快跟老师说 当然你得用英文说 excuse me 同学们 当然老师就明白 怎么回事了 老师可能说 go ahead 快去吧 那同学们 这就是excuse me 三个意思 第一就是引起主意 翻译成老家 当然第二 借官 让个路啊 让个路啊 第三就是 失陪一下 失陪一下 我有个电话 失陪一下 有人在门口找我 这叫excuse me 所以挺难记得 关键是多读 多练就好了 那既然说到这 那咱就读读练练呗呗 那同学们 来看第一个句子 你用刚才 我们学的短语 告诉我 咱们现场反应 不选暂停 you want to order a cup of coffee 什么叫order 定点 你想点杯咖啡 the waiter is reading a newspaper 而服务员正在读报纸呢 你对他说什么 哎 你别 有的同学 在吃饭的时候 冲着打箱指 打箱指 我也打不起 多没礼貌 有人拍手 还有同学 我的天 服务员拿刀来的 你叫狗呢 所以同学们 一试就一记 叫什么 引起注 excuse me 不就完了吗 一起来 excuse me 好 第二个场景 a friend buys your drink 一个朋友 突然 这多好 给你买了杯饮料 那自然你要说 谢谢吧 怎么说 thank you 就可以了 第三呢 a child says good night to you 一个小孩 你看多动礼貌 对你说good night 晚安 那你对他说 也说晚安呗 也怎么说 good night 顺便说 睡得好啊 那怎么说来了 sleep 好 well good night sleep well 哎 多好 那同学们 第四个说的是 you answer the phone at work 上班期间 你接电话 注意 这时候是上午十点 那么同学们 在中国是 好像接起电话 我会说 喂 你找哪位 哎 同学们英国人不会 他接电话 先报自己的名字 然后说你好 你觉得这时候 说你好 哪个好啊 而且十点半 上午好比较好吧 所以他说 你接电话 good morning 或者how do you do 提前上班 挺不错的 那当然接下来 下面是 you answer the phone at work it's 3pm 下午三点 那你应该说 good afternoon吧 挺简单的话 那同学们 继续 a friend speaks too fast 当然一个朋友 应该加个孩子 speaks too fast 他说的太快了 you don't understand 你根本不理解 所以你要说一句 再说一遍 那个词 sorry 不就行了吗 sorry I beg you pardon 很好 他就会再说一遍了 挺简单的吧 他要活学活用 那同学们 如果真活学活用 咱们就来看一个 真正的场景 你和你的朋友 在酒吧喝酒 估计是你喝晕了 所以你说的句子 都是错百出 那现在咱们一起帮助改一改吧 那同学们 这段文章先来看前半部分吧 红笔就假设是你啊 喝晕了 喝高了 错误百出 而蓝笔是那个正常的朋友 那就是我吧 那同学们 举个例子 我对你说 good evening 晚上好 你回答 good day 这剩什么情况 day是白铁 而且澳大利亚人用的 你说梦话 还说出澳洲味了 那那清 立马改成 人家什么时间 咱就什么时间 你们又不是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中国打电话 他说good evening 你点good day 所以同学 good evening 于是你朋友们 How are you 你好吗 于是他回答 Terrible I've got a bad code 那同学们 这句话行不行 How are you Terrible I've got a bad code 说什么叫Terrible 特次 我有一个特次的感冒 有人说不行 得说Fine Thank you 同学们 谁一说你好吗 你就非得说好啊 这是可以的 你要说不好 咱就不说Fine 就说Terrible 为什么呢 I've got a bad code 有感冒 所以这块 你很正常 是对的 不要每句都跳啊 于是我问 朋友说 It's my birthday today 今天是我的生日 于是你立马回答 Congratulations 啥叫Congratulations 祝贺你 行不行 不行 什么都可以祝贺 唯独生日 不能用Congratulations 怎么说来了 叫Happy Birthday To you 于是你再这么说 朋友就惹毛了 Would you like a drink 你想喝一杯吗 于是我回答 No Thank you A Coke 哪说了 注意啊 如果你说不 谢谢 那不就是不想喝吗 你后面又说可乐 难道可乐不是饮料吗 那你应该怎么说呀 把No去了 就行了 Thank you A Coke Please 请 就可以了 那同学们 于是 With ice 啥意思啊 要不要伴随着冰 要加冰吗 于是考怎么回来 No Please 同学们 如果你有No 就是什么意思 不加冰 如果你Please 请 那就是请加冰 到底加不加冰 那同学们 如果不加 就是No Thank you 对吧 如果是加冰 就是Oh Please 就行了 千万别乱 那如果知道的话 Here you are 那同学们 什么叫Here you are 你想想 Here you are 那同学们 Cheers 干杯 好 于是我对你说 Bless you 大家看看 最后两句 哪错了呢 人家说了一句 给你 你做说 祝福你 打喷嚏 他这么说 他又不是 嘿嘿 是这么说出来的 所以同学们 给你的话 不能用祝福 又应该怎么说 Thank you 就行了 你看老关外 经常喜欢 把Thank you Thanks 挂在嘴边 如果知道的话 同学们 恭喜你 今天的交际任务 我们就达标了 那交际完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 要干什么呢 那么同学们 最后一话题是什么呢 不用害怕 那同学们 我们要是还有什么疑问 怎么找菲菲老师呢 那菲菲老师的第一个方式是 欢迎加入菲菲老师的答一群 当然如果你是初一的数学 估计就是你要加的是这个群 当然等以后初三 再加入这个初三群 等于高中 欢迎加入菲菲老师的高中学习群 大家记住 由于这个群资源要线 所以菲菲老师现在面对的都是 咱们的菲菲老师课程的学员 所以你加群的时候 一定记住验证信息 输入自己的网校登录名 就可以了 那同学们 当然如果你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说群里好像发的那个东西太少 那我欢迎第二种方式 公布菲菲老师的邮箱 非常好记 留菲菲爱100tl.com 100套.com 有什么问题 包括你写真拙 说老师这次西红口 叫你能帮我看一看 欢迎大家发送邮箱 当然最后一个就是 老师呢 你能再给我一些补充的英语学资料吗 当然有了 那欢迎大家进入菲菲老师的QQ空间 4679-66269.qzone.qq.com 进入以后 你进入空间的主页日志部 部分你会惊喜的发送 哇 你们有非常宝贵的资料 等你快来办吧 那同学们 当然 这些你可以暂停一下 去记一记 记完的话 同学们 那咱们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了 还是老话 咱们下节课 不见 不散 那些事